理財分判中 財路自然通 理財分判中 林秀榮 如果你把自己的車借給別人開 對方不幸發生交通意外 會有什麼後果呢? 首先 由於汽車屬於你的 你和你的保險公司都要負責 如果意外是屬於你朋友的錯誤 而對方的損位不是很嚴重 你的保險公司通常都會作出賠償 但你亦都需要負責自付金額 如果意外是由你朋友引起 而對方損位很嚴重 甚至有人受傷 但你的朋友本身有買汽車保險 那你本身的保險公司 就會要求你朋友的保險公司負責賠償 這個情況稱為subrogation 假如你朋友沒有購買汽車保險 就完全要由你的保險公司負責賠償 當損位和醫藥賠償 超過你的保險限額 對方是有權要求你本人作出賠償 甚至可能循法律途徑控告你 所以 將自己的汽車借給朋友開 不論對方有沒有汽車保險 都是不明智的行為 特別是朋友借了你的汽車之後 再轉借給其他人駕駛 一旦發生意外 情況就更加複雜 最終吃虧的是你本人 我是林修榮 下次再在理財分半鐘見面 請看